自从北京奥组委决定2008年奥运会金牌镶嵌浴室以来 浴室浴雕作品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 从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开始 我国的浴雕品种就不断丰富和发展 到现在分别有古代造型 器皿 人物 兽类 花卉 雀鸟 配饰等种类 玉雕产品有着质地坚实稚密 色彩鲜艳夺目 透明金银浑厚 光泽温和滋润等显著特性 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就有对于浊玉工艺技术的描绘 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就有对于浊玉工艺技术的描绘 是古代玉石雕刻的工艺程序 切就是切开设计 搓就是成型修制 拙就是雕刻成器 磨就是抛光照亮 浊石雕刻工艺技术从石器时代开始 经过各个时代的不断发展 到现在 它的加工程序一般分为 选料 设计 镖镯 抛光 装潢 五个工艺程序 一 预料的选择 选料是玉石雕刻工艺的第一道工序 作者必须通过眼睛直观来辨别玉石的优劣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了解玉石的特点 在选料这一节里 我们分别从玉石的质地 颜色 透明度和光泽 这四个主要方面进行识别 一 质地鉴别 我国玉石大约有二十多个种类 其质地分为硬性和软性两大类 通常称为模式 有十个度数 所谓模式硬度剂量 是选定十种 原物矿石代表硬度的级别 比如其中滑石级别最低为一度 而金刚石最高为十度 在四到六度之间为软性玉石 硬性玉石大约在五到七度之间 七度以上的为宝石 检验玉石 检验玉石 查看玉石质地除直观外 还要打出断口 切磨部分侧面 对其质地 纹理 透明度 光泽 颜色等进行观察 挖脏 大多数玉石 都有裂纹 唐内把这些裂纹叫柳 柳是影响玉石质地重要的因素 柳的处理方法称为去柳或遮柳 纯色的玉石中夹杂着不合形颜色 被称为脏 为了整体的美观 在选料时就要处理掉脏色 唐内叫瓜脏 二 颜色识别 玉石的颜色有得纯净温润 如白玉 黄玉 墨玉 有的色彩斑斓 如莲花玉等等 有的金银鲜艳 如红宝石 蓝宝石等等 就是色彩把玉石推上了世界真品的地位 以其特有的自然美 以人喜爱 受人珍视 识别料色 要明确玉石颜色的去留 在兼顾各种颜色时 要将旺色留在显眼的部位 如白玉就不宜做得很薄 这样会影响白玉温润特色 七彩花玉 花色艳丽 是以制作成山水花鸟的大型玉雕板件 透明纯色 透明纯色是以制作成玲珑剔透的作品 三 透明度 玉石有了透明度 可以对质地和颜色有烘托作用 有透明度的玉石 能反映内在的颜色 这个特点对玉石的选用 鉴定价值影响很大 观察玉石的透明度 要将玉石局部抛光才能鉴定 透明度一般分为透明体 半透明体 微透明体 非透明体四种 四 玉石的光泽 光泽是指玉石抛光后对光的反射能力 一般情况 硬性玉石光泽较强 软性玉石光泽较弱 光泽能够反映出玉石质地 颜色 透明度状况 它可以烘托玉石的内在美感 二 造型的设计 玉雕造型设计 必须根据原材料的特征 质地 形状 颜色的不同 巧妙地融合为 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因此 英材诗意 是进行设计的重要规律 一 半质诗意 由于预料的质地 直接影响玉雕的艺术效果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玉石的形成 大约在五千多万年以前 地下高温融化的岩浆 喷涌到地面上以后 只有某些元素缓慢的结晶 成为玉石 据说是 当时海拔的高度 水质的纯度 决定了玉石质地的千差万别 但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质尖性梗 常用的有白玉 青玉 黄玉等 它们的硬度 一般在七度左右 不但坚硬 而且性梗 卓制缴沸宫石 此类预料 可设计玲珑贴透的作品 质尖性脆 常用的如玛瑙 秀玉之类 硬度比白玉 黄玉等软一些 但性质较脆 不宜卓制 贵于鲜巧的作品 这类预料 比较适合设计 都市的作品 质松性软 设计这类预料作品时 一般多用表现较大的造型 也多半采用浮雕式处理手法 使整个造型浑厚大气 量型取材 预料的形体 有大小 形态各异 有开采的自然形体 有经过长年充磨的卵石形状 有经过挖脏巨柳 加工成型的方形 长形 三角形等多种切面形体 因此设计造型时 要求做到以下三点 利用高度 根据预料原有的高点设计造型 标克时 虽然要去掉一些料 但是也要遵循减少重量 不减少体积的原则 按料取材 根据预料形状设计运料题材 一块预料是设计成镂空的边楼 还是设计成墩厚的金铲 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破形留神 量行取材 不搞成品如料貌 而是在部分利用原料形体的前提下进行构思设计 按原料形体量行 打开原料形状破形 设计成艺术成型就可以事半功倍 三 绿色运用 预料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每种预料的颜色也不相同 各种预料都有基本的颜色 其中也包含有其他颜色 在设计造型时 绕肩布不同颜色 是创作的主要特点之一 单色预料 用洁净温润的和田玉创作观音 用墨玉创作侠义观光 用绿色的绣颜玉创作山水花鸟 就能准确地反映出各自神韵 效色运用 首先神料 查清料质 料色 料形 设计人员要亲自剥料 挖脏去柳后 对于全貌造型打个复稿 复稿中进行比较 选择最后构思成一个预料 与题材相符的设计造型 然后再次表现出 一绝 二巧 三步花的具体设计方案 绝 是指玉器巧色技术中的最高境界 一如最尊绣颜花玉 海华日生 一轮朝阳出生 上面山峰上 有三抹橙黄的霞光反射 一单顶红色 让观赏者拍暗叫绝 巧 是反侠为鱼 海华日生的朝阳 是用玉的粗皮设计 这就是独具匠心的设计 布花 是指对寒多色玉石的有机运用 安排能合情入理 十分贴切 这些海华日生 就是按着橙红 黄 绿 蓝 墨 颜色渐远渐深 处理的各种造型 因此达到了绝巧的境界 四 滑活技巧 滑活是在一块构思成熟的预料上 用墨笔勾画出 所要琢磨的艺术形象 一般情况下 从轮廓到细部的顺序滑活 一个有经验的卓裕技师 在作品雕刻中 发现一些未能预见到的纹柳或瑕疵时 要进行全移处理 有时甚至改变很大 滑活要伴随雕琢作品始终 三 预见的雕琢 这是玉雕工艺技术中重要环节 雕琢就是制作玉器 它必须真切 全面体现 甚至创造性的发挥创作设计意图 一柳青丝 一条一纹 一个神态都要栩栩如生 预雕加工中的雕琢 主要是通过减法刻出造型 刻出多了 损伤造型 刻出少了 废工废实 因此 如何恰当的雕琢 是预雕造型的关键 预雕各道工序 主要是通过设备 工具 辅料的运用来完成 一 切磋成形 俗话说 手巧不如加实尿 在玉器雕琢中 巧妙的使用工具 是创作玉雕的主要手段 同样一个作品 因为每个人掌握工具 熟练程度的不同 雕琢的效果差别就很大 因此 掌握制作工艺技术 就很重要了 首先是 拙玉 也叫切开玉料 使用这种圆盘锯 安装800到1200毫米的鸵片 将原料切开 切的手法有 闸 标 扣 滑 闸就是切 使用的设备是 轮膜机 鸵片 是炸鸵100号 就是木工具的意思 标 就是指炸出棱角 工具是 轮鸵80号 扣滑都要挖取造型中间多余的玉料 使用工具是 斩鸵40号 二 雕琢踢扣 在玉雕修制成型后 当不能再用切割的方法造型时 就需要更换工具 采用研磨的办法造型 研磨是指用 冲和鸭的不同手法 去除鱼料 冲是指大面积用冲膜 鸭是指推进的碾鸭 冲就是用钉鸵十五号 去除小鱼料 鸭就是顶状 用的工具 也是钉鸵十五号 产品经过 炸 镖 镖 扣 滑 和冲以后 基本造型已经完成 为清晰细部 还需要进行 钻 彻等几种小工具的操作 打钻 是用钻十五号 进行钻眼 然后用钢针 取出钻信 钻射 钻射就是用钩钉九号 杠磅六号 撤地 顺钩线去除小鱼料 捏状就是用钉鸵 顶平地面 根线 捏入合状域 就是把钩后的底部 清理清楚 达到脚线利落 钩彻和椰状 既是出造型 又是使边线利落 影像突颜的工艺 依造型和制作过程中的 部位要求 选用合适的钩鸵 亚鸵和钉鸵 钩面纹应使用钩鸵 钩线 钩面纹的钩鸵 要求薄 而且规矩 利用要熟练 走鸵要稳 耳活 使雕出的线条 低针流畅 顺是指造型完成后 为了使玉面光滑 用各种工具再模细一遍 顺的工具 最好使用摩鸵 亚鸵 杠棒等 三 巧用工具 鱼器的雕琢工艺和工具 有如下几个特点 鱼器工艺的全过程是旋转运动 鱼器工艺一般是固定工具 被加工物件掌握在手中 鱼器雕琢 因为造型不同 每件产品都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工具就要灵活掌握 而且随着雕琢的不同阶段而更换 一名优秀的雕刻大师 首先要对设计的造型 成竹在胸 然后才能做到准确的运用不同型号的工具 比如为了避免费工费时 能用大型工具时 就不用小型工具 能用闸坨时 就不用攒坨 能用攒坨时 就不用勾坨处理 另外鱼器雕琢时 还需要磨料 水和沙子等辅助工具 四 鱼雕的抛光 抛光就是把磨制后的鱼器表面磨气 至镜面状态 使光照射表面 有尽可能多的反射 达到光滑明亮的程度 这也是玉石雕刻的最后一道工具 一 去粗磨细 在抛光过程中的磨细 又叫去粗 就是去粗操面 把表面磨得下